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邀请到我们每一个月的固定来宾 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超级美食家的主持人 王瑞瑶的anada 就是我哥哥 真秀宝宝师傅 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有上传影片在YouTube上面 可以看到我们夫妻两个人同框 我虽然很努力在调 在调这个手机的位置 让宝师傅的脸比我大 可是看起来很难 因为呢宝师傅最吃香的就是这个巴掌脸 我是头发力短 你跟我比起来我是大饼脸 因为我是山东人 好宝师傅呢 今天要来跟大家交做菜 在上个月的时候吧 我记得上个月 我跟宝师傅一起出席大臣集团 大臣集团他们在台北 这是台北食品展对不对 台北国际食品展 南港那个展览馆 对展览馆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宝师傅呢在现场呢 用大臣集团的陆野土鸡 陆野土鸡交做了三道 四道鸡料理 然后呢还用了他们家 就是要转机四次回到台湾的根岛生态虾 就是这个是完完全全野生的这个根岛生态虾 来做青草虾人 我那天在现场做算是主持人啦 因为宝师傅在做菜的时候 我都在旁边介绍 我就发现说哎好好玩哦哥哥 为什么 鸡肉料理鸡肉料理 我不知道鸡肉料理可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口感的改变跟变化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现在鸡肉就是尖尖 原味吃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鼓励是原味吃嘛 原味吃最好吃 可是我那天在现场的时候 我自己都忍不住偷吃了 所以我就想说今天让宝师傅来教大家 怎么样在超市里面买这些现成的鸡块也好 就是净肉也好 还是说鸡腿鸡翅都可以 鸡腿鸡翅 然后甚至还有宝师傅还教他们做了一个简易的鸡汤 今天就让宝师傅来教大家做 非常轻松 我个人觉得很轻松很简单 然后吃起来很有味道 让你在夏天开胃的鸡肉料理 好哥哥 嗯嗯什么呢 你开始问啊 从什么菜开始 我们从成都鸡开始 诶等一下 成都鸡知道大家应该很熟悉嘛 这是宝师傅去年的年菜 今年年菜还有知道吗 听说他们还想沿用 还想沿用还是要拿掉 所以你看就拿出来了 哦真的 因为想沿用所以才拿出来用 所以他会拿来示范 对 好宝师傅教大家做成都鸡 我们其实在跟大家介绍这些料理的时候 先弄清楚它的胃形 成都鸡的胃形是什么 它基本上是算麻辣味型 麻辣 麻辣味型 但是它这个麻辣是比较温柔的麻辣 嗯嗯嗯嗯嗯嗯 因为它的麻辣会放一点糖 嗯嗯 带一点甘味 而且有酒酿 嗯嗯嗯 所以会揉焦的时候辣味的那个辣度 好那所以在做成都鸡的时候 我要准备什么样的辛香料跟调味料 大家先脑袋里有一个味道的感觉哦 麻辣嘛嗯对不对 所以它的辣就是辣豆瓣嗯跟辣油 辣油 保师傅辣油哦辣油 对麻辣当然是花椒花椒对嘛 这两个为重点 然后刚刚还有讲到用一点糖 还有用呃酒酿来揉焦它对不对 可是在做成都鸡的时候保师傅你用什么部位 嗯因为成都鸡要烧嗯烧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 所以我用的是要耐烧的部位 所以不可以用筋肉 筋肉可以嗯 我那天用的就是那鸡腿筋肉啊 但是我取的骨头是只取长骨头 关节的骨头不取 听得懂吗 只取对啊 哥哥我们今天有上传影片 你用手他的手就是鸡翅哦 手就是鸡翅嘛对不对 鸡翅 我们这里这样画一刀 画一刀 这叫大转弯这是鸡翅 大转弯 鸡翅叫小转弯 我们现在用四万的是鸡翅 嗯 画一刀顺骨头这样画一刀 嗯 画过来以后 他骨头就开了 嗯 看你就看到这里有一根骨头 这里有一根 直骨 静骨 嗯 静骨你这里 在鸡翅这里就 咳一刀 嗯 关节前面咳一刀 关节后面咳一刀 嗯 上面也咳一刀 上面这里咳一刀 所以会取下留一段 这两段都咳断了以后 你一折 一拉就把这两只拉掉 可是他把棍轮留下来了 棍轮留下来了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棍轮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骨头会生出来 哦不好看 你把他骨头拿掉以后 他只有那个圆骨头 圆的那个脆骨 软骨 跟肉包在一起 所以吃起来口感很好 那就不会有那个很硬的骨头 跑出来越难看 所以等于是大家 这是一个刀工 穿在这个刀工 对啦 我刚才就在讲刀工 就或许大家会认为说 我要红烧鸡块 用整只鸡腿的话 的确这个大骨会穿出来 不好看 也不好看啦 没错 所以可以透过这个刀法 把这个大骨拿下来 然后又可以把好吃的留下来 还有一种方法是怎么样 以前我们有一道叫做纸姜鸭谱 纸姜是什么 纸姜就是姜啦 姜烧鸭块啦 那鸭块我们是煮大概八分熟 再切块再去烧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煮熟你剁的时候 它已经不会再收缩了 对 所以你烧的时候骨头就不会翘出来 因为它的形状 如果是深剁的话 深剁的话 红刷一半就会都跑出来 肉会缩嘛 肉会缩骨头就会 会鼓出来 你已经煮到八成熟了 那个肉已经定型了 它的水分该流出来都流出来了 现在肉就定型了 以后你剁了以后就烧 它那个骨头 应该就是不会 就很完整 我要讲 这就是大师傅的不传之命 因为呢 也曾经有人问过我 他说为什么有的牛肉面 上面的牛肉块 歪七扭八 那是生烧 有的牛肉面的牛肉块 非常的方正 刚工整 因为它是煮熟再去烧 进烧 听到没有 所以等于是一点点 就比如说刀工的不一样 时间的不一样 中式的刀工就在这里 而不是去雕花 那个小巧 那一种都不是刀工 中式的刀工是要配合火候的 而不是什么 我们现在中餐 还有什么切花片 那个根本不在乎我们 那叫雕刻 或许大家认为中式的刀工 就是可以闭眼睛 还是看别的地方 快速切丝 那也不叫刀工 那只是一个基础切法 那叫基础切法 那不理 你直切直劈直剁 但是真正的刀工是 你要怎么样下刀 把骨头可以拿下来 怎么下刀 让肉跟骨头可以包在一起 可以好吃 而且不会扎到你的嘴 刀工分太多 那个没有办法再一下子做完 可是哥哥我问你像这种 比如说像这种大鸡腿的两根长骨拿下来 这个卖鸡的可以帮我处理吗 他们不会 他们也不会 他们会啦 但是你跟他讲 他说这么麻烦干什么 去骨就好了 他是整个骨头拉掉 他就整个拉掉 他不会拿这两根 不过听保师傅这样讲 其实没有很难 对不对 简单啦 我们下次用影片 如果可以的话 他在家里用影片教大家 我当然希望保师傅能够把这些技巧都留下来 因为大家技巧越来越不会 其实做菜越来越难吃 而且越来越丑 大家其实并不知道这里面有很深厚的功夫 我做菜也很丑啊 我不喜欢漂亮 这个其实就像是武侠小说里面 就是武功高强的人物 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的讲法 那所以 等一下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来教大家做料理 休息一下再回来 他这样讲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 真的吗 不是因为 你们现在就已经讨论念菜也太早了 不是啦 不是啦 我们在强调 不是啦 他们已经在那个规划好少 还一直在 他是在保留这一道 还一直在炒 精灵要用 对啊 好 第二段准备来哦 三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中华厨艺学院的掌门人 也是我哥哥 曾秀宝宝师傅 来跟大家聊聊做菜 而且呢 我发现呢 跟宝师傅聊做菜好有趣 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 即使我们今天教你做的是成都机 我们也教你从正确的刀工开始 或许你可以做 或许你不能做 可是至少你要知道 可是呢 他们也可以在超市买现成的 就是鸡腿斩块的这种做 对不对 斩块也可以 OK没问题 那可是我发现你在成都机里面 还加了鸡翅膀 因为鸡翅膀有咬劲啊 而且鸡翅膀烧起来 它的骨头比较小 咬到那骨头的脆骨很脆很好吃 我还以为你是要借重鸡翅膀的胶质了 当然它也有胶质 但是因为鸡翅跟鸡腿方的一样多 所以两种都会有胶质 好保师傅现在来教大家做成都机 而且呢我要讲保师傅那天在现场 现场没有瓦斯炉 因为是在展览场里面 所以保师傅用了平底锅 用了保师傅用了不沾锅 还有用了电磁炉 本来保师傅一开始还有一点认为 会减损了它的料理的味道 会减损了是有衰减了 没有啦那天其实做出来很成功 很成功 好教大家怎么样用家里的现有的 最简单的这些工具来做成都机 那就很简单家里那火就OK了 开始 就是你把鸡肉切适当的大小 但是我在切以前 我喜欢因为鸡肉要入味 要烧的比较快 所以我把那骨头拿下来以后 我就把它划刀 再切你要的小块 那它不会很大那红烧块 大概有2.5公分到就一寸 一寸的寸块再大一点 好这里我要打擦一下 其实这就是保师傅的鸡肉的基本法 很多人在面对大鸡腿的时候 就直接切块了 保师傅会在肉的那一面 我都是这样形容 我说他会在 因为等于是一面是皮一面是肉 保师傅会在肉的那一面 画上香奈儿的灵格纹 大家有看过香奈儿的灵格纹吗 看不出来 浅浅的浅浅的灵格纹 因为那个肉你画的时候 他看不出那个刀 他其实就是要让他入味 豆腐看得出来 让他快烧 快烧 软 软 因为你这样剁会把筋放掉 放掉你烧了他不会缩 咬起来就比较松软 所以要记得在有肉的那一面 开灵格纹 还有一个比较会入味 好 然后灵格纹开好之后 保师傅说切2.5公分 再来一个鸡翅 因为鸡翅 土鸡翅也是有点咬劲 所以我会在皮上面放几刀放筋 剁几刀 这个很像日式炸猪排啊 边边给它咔咔一下 像我们炸那个甜不辣的虾 它不是在背开刀 它肚子画几刀 画几刀以后 它那虾就直了 那叫拉长虾 他们的专业术语说 那叫拉长虾 我们这个跟断筋的意思一样 这样烧起来就比较口感比较好 这个都是隐藏式的刀工 你不讲谁知道 很少人这样做 只有我 谁知道 我为了要争取时间 因为本来这样烧20分嘛 所以我昨天 很快很快 那天这样烧只烧了大概12分到15分 所以这个对于家庭主妇 还是家庭主妇有上班的 就是身兼两直的就很容易操作对不对 回家要做饭要烧饭 这些小技巧都要学下来 好切成2.5公分之后 然后抓码 抓码 就是酱油 一点点盐 酱油下去那行为一定不够了 因为我要带点颜色嘛 盐就适当加一点点 抓一抓 抓粘了以后抓一点蛋 全蛋就好了 再抓一点太白粉 这样把它整个肉的毛细红保护住 你烧的时候甜味会包在里面 好在这里也要打叉 因为为什么呢 保湿副其实在做鸡肉的时候 这个抓码大法非常重要 这个其实也是中华料理的基础法 或许有听众朋友说 我干嘛我要吃裸食我要吃原味 可是我相信我 当你抓码跟不抓码之后 其实口感两个 肉的滑嫩度不一样 天差地别 好你接着再来呢 再来就下锅去煎 因为我们以前都用过油 你在家里当然不要过油 你不粘锅就不用热锅 油放下去 不用太多 也不用太多 热了 我是希望要热锅啦 人家说不粘锅用冷锅 冷锅那个菜就不香了啦 而且一直出水啦 锅子热贴上去它香味才会出来 对 所以你贴上去铺平 煎到有香气的翻过来 两面只要煎香就好了 而且我看到鸡翅的油还蛮多的 对不对 鸡翅会出油 好 你煎香以后就举出来嘛 加一点辣油 用它本身煎出来的鸡油 再加点辣油 泡香姜蒜末 姜蒜末 炒香以后 我昨天也带一点泡辣椒 泡辣椒也可以自己做 有时间我可以讲 就是把那个泡椒炒香 炒香以后再炒辣豆瓣酱 辣豆瓣酱你要炒 它颜色才会漂亮 而且不会酸酸 对把那个酸性炒掉 把那个香味炒出来 炒的时候它已经有水分了 那时候就可以加花椒 你不要油去爆花椒 要油水炒花椒 花椒才不会变成苦掉 把花椒的香味把它炒出来以后 鸡肉就摆下去 摆下去就呛酒酱油 酱油不用太多 大概我烧在那里 大概有快两公斤 我酱油放一匙而已 那所以如果是加四人 比如说一只鸡腿还是什么 这个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而已 一颗花生米多一点 呛一下就好了 其实是要酱油的香 不是要酱油的颜色 它最重要的颜色 就是辣油跟那个辣豆瓣酱 好了以后就加水 或者加高汤 加一点点糖 糖不要太多 不能吃出甜味 酒酿就可以下去 因为酒酿不能下去烧 酒酿也怕黑 因为它糖会黑掉 好了以后盖盖子 闷大概十五分钟 下芹菜末 收汁 晾油 晾醋 几锅醋 OK 保师傅讲菜好像在唱平句 收汁 为什么要芹菜末 芹菜末下去 会增加那个麻辣的香度 芹菜去煮它就黄了 所以芹菜是 它本来生的就香 它最后拌进去 煮了以后反而没有那么香 所以我们是 参菜很多就是葱起锅放 葱花起锅放 芹菜起锅放 起锅勾芡 醋淋上去拌两下就好了 因为如果是起锅醋的话 就是要醋的香味 不是要它的甘醇 你醋要是下去煮 那个酸味就不见了 你起锅的醋下去才会明显 那醋的味道会很明显 好我要帮听众朋友问 问一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这鸡块熟了吗 老师傅那天有做一个动作 你一般来讲 我们切那个大小要划过刀 15分钟保证熟 因为要盖盖子 你不能保证的时候 你用筷子 在骨头跟骨头中间的肉 把它搓进去 搓肉你不要搓骨头 你搓不下去嘛 你搓肉 就用一点力气轻轻 一用力它就可以搓下去 你要搓它紧紧的 那就不行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再回来哦 搓搓了 我哥哥刚才靓油的动作 好像在演评剧哦 靓油 好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中华厨艺学院的掌门人 也是我哥哥 曾小宝宝 师傅 你都这么戏剧化了 我介绍你当然也要掌门人 戏剧化一下 马师傅来讲一下泡椒 我记得以前大家在烧菜烧川菜的时候 大家并不重视泡椒 然后我觉得是陆陆续续呢 在最近这几年呢 大家把这种就川菜 就是两岸分别发展的川菜 有了一些融合 因为很多厨师都跑去四川去取经 大家才发现 哇泡椒好好用哦 因为我觉得就像刚才保师傅讲的一样 成都基的辣有很多层次 它的麻也有很多层次 它的甜也有很多层次 它的酸也有很多层次 才会好吃啊 川菜的辣一定要发酵的味道 那怎么做泡椒呢 泡椒就是你只要有泡菜水 有没有 你把那个辣椒放到泡菜水里面 泡个大概十天就好了 都一直要放在里面 泡十天就好了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没有泡菜水的时候 你把辣椒拿回来 我都喜欢小辣椒啦 因为大辣椒不辣 比较小的比较短的 就朝天椒 洗干净擦干 地头切掉切碎 就不要切得很碎啦 就切的普通的 一公分 有 比较一公分泡那个的 0.5 大概比青豆小一点啦 切碎 你每次都以青豆为准 切碎了以后 你只要用 我以前腌东西都是一趴 一趴是要腌它出水的 但你要腌有味道的 就是1.5趴到2趴 盐巴下的量 就是你那一公斤 就是15到20克 然后呢 下去拌一拌 那你手要干净 容器要干净 辣椒要洗干净 水要擦干 不能碰到油 那你沿下去后拌一拌 你就不要管它 那你可以放在塑膠袋里面 撒上去揉一揉 就放着 几分钟再揉一揉 大概腌个大概 一个小时 它就会软了嘛 软了以后你就放到容器里面 加大概3%的那个米酒头 3%的米酒头 然后呢 你要让它酸味柔和一点 可以加1%的糖 一点点糖 一点点糖 糖是增加酵母菌的 糖也可以帮助它发酵 拌匀了以后 你放在澳里面 夏天都可以8到10天 冬天可以放到半个月一个月 因为其实泡椒 你就放在外面 其实你做好的放在外面 一个月它也不会坏 因为泡椒有自然酸 泡椒好好吃 它是乳酸菌一直在那里发酵 它是会更酸而已 所以它不会坏掉 就是爆炒炒菜煮汤 太酸了会比较软 所以你差不多你觉得那酸够了 就装起来 冰冰箱 也可以放好几个月 你都怎么用泡椒 泡椒 蒸鱼啊 蒸鱼啊 剁椒鱼头就要泡椒 炒菜肉末啊 泡椒去做鱼香啊 还有鱼汤啊 泡椒做麻辣锅啊 酸汤鱼啊 酸汤鱼还是要泡菜水啦 对啦 要泡菜水或是米水发酵 就等于是它可以制造不一样的层次 好 老师傅那天呢 在示范这个鸡肉料理 有两道让我很惊艳 因为呢 第一天 就是第一次我们示范的 就是成都鸡 成都鸡是川菜 第二道示范的是东安鸡 我一直都认为 你示范的这个是广东菜 我以为是安东子鸡 不是 是安东 我没有听过 没有啊 没有啊 就是有一个 然后如果是东安鸡的时候 听众朋友 你们应该 姜丝大肠 除了姜丝大肠之外 就如果你们喜欢吃那种葱油鸡 就是那个上面有葱的 葱油鸡没有酸味 对 我让保师傅赶快教大家做这一道 因为这道夏天吃好适合 而且这道没有骨头 这道是鸡柳 是鸡柳 而且要去皮 去皮 而且我觉得这道菜 大人小孩在夏天吃 因为它有酸味 然后有葱油的香味 好好吃哦 我的粉丝团的学生都好喜欢这一道 我这是我第一次吃东安鸡 我都没有 你怎么没有做过湖南菜 你采访那么久 你没有做过湖南菜 这是湖南菜 怎么做 来 好简单哦 你用鸡胸也可以 鸡腿肉也可以 去骨 去皮 一样在上面肉上面 银隔纹啊 画到以后长大概五六公分 宽大概一公分 切条状 手指 小手指 条状切好了以后 就白马 所有的白马就是盐 蛋白 太白粉 如果是红马就是酱油 你因为鸡胸还是鸡腿可以打水 这个就不用像刚才鸡筷不用打水 这个就打水 水不用打太多 反正你盐下去打 盐会把那个蛋白质的粘性打出来 我有问题 保师傅我们即使用的是鹿野土鸡 也要打水吗 因为他们一直在强调 他们的鸡很好很好 还是要打水 打水会让鸡肉的含水量更饱满 并不是跟你的鸡 有没有水有没有关系 它很茹 但是我要让它更茹茹 好 更嫩 那所以打水有一个比例吗 比如说一斤的鸡流 有的鸡冷冻过了 它可能水打不进去 所以你在加盐的时候 先不要打水 先拌 拌到你觉得好黏 有没有 那就可以吃水了 你拌起来那个 那黏性是带一点水水的黏性 那就不要再打水 所以食材会告诉你 要做什么动作 你用你的手去感觉肉的黏性 你觉得好黏 这个打水好 好好好 打到那黏 你觉得黏性差不多了 那水应该吃不下 但是有黏 这样就好了 两斤一个蛋白 这是比例哦 当然你做不了两斤 蛋白下去就再打 再把蛋白再收到那里 所以我在讲的时候 水不能过多 因为还有蛋白 蛋白都打黏了以后 这个黏性就是鸡肉跟太白粉的接触剂 要是你打起来水水的 那太白粉也下去 水粉它就会漂浮 游离在这个鸡肉的表面 它就不会有保护作用 你一过鱼或是一煎 就分离了 那个粉跟水都跑掉了 你要打得黏 那个粉都都包固在表面上 它的水都都含水量都很饱满 你在煎在炒的时候 它那个皮被那粉的毛细孔 有没有 就封住 就紧紧的黏着 它的肉就很嫩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 有一点像是我们夏天 女生在化妆 在脸上涂那个你知道 就比如说涂蜜粉 对不对 然后涂这个你知道 湿底霜 类似像这样 要一层一层打好 你在打的时候 你在底妆要打好 你底妆没有打好 你是不是脱妆 我们这个盐跟那个肉没有打好 它就脱落了 你的粉打不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我们叫做什么脱僵 脱僵 脱僵就是脱僵 在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 可是我并不知道 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因为保师傅的下一本书 我准备要给他写的就是 烹饪工程学 保师傅刚才在跟大家讲 上僵这个动作 包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 我们基本法都有讲过这个 可是大家都不在乎基本法 大家觉得说弄一个鸡肉 干嘛那么麻烦 又要什么又要先下盐 再下蛋白 再下粉 上个月他们那个观众围在那里 看我做那么多动作 一半就跑掉了 因为大家会觉得鸡肉好 就直接煎就好了 他们都喜欢一二三就好了 对呀 其实料理没有一二三 即使料理有一二三 一二三 也要跟盖房子一样层层叠叠叠上去 好所以等于是保师傅我把这个鸡流都抓好了 然后呢 抓好你就下锅 这不是煎哦 一样是温地锅 这温度可以高 但你一下去就要滑 嗯 但那天因为温温度太 那个电磁炉的温度都拉不上来 所以我就不动它 嗯 你在家里的火 那火有上的时候你就要去动 所以等于是我要煎的白白的 对不对 不要煎恰恰 所以你那个不沾锅下去油下去 有热度你一下去一滑 它不会煎上身 你只要一滑那就不会煎上身啊滑滑滑滑 滑到它呢因为是激流 所以你滑到它表面有点粉粉的时候 你要盖锅盖 嗯 因为肉丝的话盖锅盖大概10到15秒 嗯 但是肉条 你这样炒炒炒 炒到它大概这变色只能大概三四分熟 嗯 啊你要让它整个肉条一公分厚的那种肉条 嗯 你要闷熟的话 就是盖锅盖 啊开大火 嗯 气上来又再关小火 嗯 关小火又再闷大概两分钟 嗯 就会全熟了 啊全熟你动一动以后再把它 为什么要盖锅盖 因为你在肉你在煎的时候 我们的煎锅只有一个表面 嗯 它一个面没有办法把四面八方的肉都煎到 嗯 所以你再怎么可以把它完全接触 它还是有一些不会熟 所以你盖锅盖的意思就是让它 在里面那个蒸汽 会串到每个毛细孔 嗯 把它串进去以后 它的蛋白质才会熟化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下一阶段给大家完成东安鸡 嗯 这个是湖南名菜 休息一下再回来 会不会很啰嗦啊 不会啊 我就喜欢你啰嗦 没有人这样讲菜啊 因为大家都用减法跳过去 好 我再两罐哦 好来可以 好来 这段七分钟哦 好来 三 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节目现场是中华厨艺学院的掌门人 曾秀宝宝 师傅 听众朋友如果有上YouTube去追这段影片的话 会发现王瑞瑶好瘦 因为我做的好后面 我们来给大家完成东安鸡 因为我非常推荐这道菜 在夏天好适合 而且听众朋友已经学会了基本法之后 要做鸡柳很快很容易不粘锅立刻滑鸡柳 而且呢保师傅教大家要善用锅盖 我在这里建议大家哈 就比如说大家锅盖盖上去之后 你要知道你的鸡有没有熟这件事情是不难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锅盖 如果你用的是玻璃锅盖 就可以看到水蒸气 水蒸气的变化 你就大概就可以知道你的鸡有没有全熟 因为一定要做到全熟哦 因为前置就是全熟 然后呢 然后鸡就拿起来 放点油 我会先调一个综合调味料 我不是在锅里面调 我觉得很坏哦 我最喜欢综合调味料了 拿一个碗 就是你鸡多少 你大概高 比如说我们炒一小份嘛 对 高汤可能半匙多一点 有没有 那个绍兴酒大概三分之一匙 有没有 盐 因为那鸡肉已经有盐了 但是你的酱汁里面还是要有一点盐 大概半个花生米 我讲炒一份了 对 啊糖也是一样半个花生米 不要吃出甜的味道 醋 醋要很多 就要大概快一匙 对 这样下去调以后 高汤一点点 白醋啦 白醋 太白粉水大概加个半匙 有胡椒粉吗 胡椒粉也放一点 对 搅好了以后 你那 把姜辣椒丝先炒香 嗯 炒香 香跟辣椒丝 拌两下以后 葱丝放上去 嗯 葱丝是最后放上去 嗯 中和调料 淋上去 因为它有太白粉水 你会沉淀 你在炒这个时候它会沉淀 再把它搅一搅 淋上去 淋上去 大火在炒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里面有太白粉水 嗯 这个太白粉水的这个中和调料 触到锅底 它就稠化 扒上来 稠化以后 你在拌的时候 就利用这拌 跟加热的动作 让它的整个脂稠化以后 完全包覆在这个肌肉表面 嗯 洗锅低一点香油 拌两下就好了 而且保师傅虽然讲这么长 可是呢 老实说这些动作很快 瞬间就完成了 通常我在那个 示范的时候 这道我用鸡油还是猪油 一气喝成 但是我们现场 我就用沙拉油了 所以这个都OK 好好吃哦 那天这个东安庆 像姜丝炒大肠 对 他就在现场跟听众朋友 你说有点像葱油鸡就是 没错了 葱丝姜丝这样包覆在鸡上 吃起来嫩嫩的 他像是姜丝炒大肠 加上葱油鸡的这种feel 因为姜丝炒大肠是酸的嘛 对不对 而且它是 可是它是酸的 酸的 然后这个葱油鸡的这个葱 我们那酸没有 没有像客家才那么酸 因为客家才那触筋很酸 而且还有啦 我觉得因为他切的这个葱丝 这个葱丝呢 如果是生吃的话 比较辛辣 这个葱丝呢 已经等于是跟这个熟的鸡柳 翻拌过 大概只有 它会转甜啊 五六分熟 还不到全熟 它会转甜 所以很好吃 生葱很呛嘛 嗯 拌炒过以后 它有点拌熟 所以那个 而且它的颜色很漂亮 它是白色的鸡柳 那所以呢 推荐给听众朋友 今年夏天一定要试这道 很简单的菜 这个可以用很多做 明家也可以做这道 牛肉也可以做这个 就把鸡肉换掉 都可以 鱼片也可以做这个味道 我只是没有拿来做 试试看试试看 东安鸡的这个调味 可以做东安鸡 东安猪 东安鱼 东安虾 对不对 都可以 炒鸭肠也可以啊 东安肠哦 真的啊 我们以前有一个叫芹菜炒鸭肠 就炒这种醋溜的味道 但是没有那么酸 对 它就是醋溜啊 对 醋溜啊 但是醋溜的醋更浓 好 紧接着呢 保师傅要教大家做这一道 这道